机车一辆接一辆 然而一到这 不少骑士都出现减速的现象 连接双北的机车引道入口处 这一大块青年 虽然标注是机慢车专用 但不少骑士行进此处 却都有莫名的恐慌感 会比较滑 会比较滑就会减速 跟搭片的话 跟搭片的话更恐怖 下雨的时候应该会了 会 我没有感觉到会比较滑 有有有 不想累惨 骑车最好远离标线 尤其下雨天 这一观念早就烙印在不少人心里 细长的都这样 何况大快的 然而近情新北市 这样的机慢车专用道 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引发网友脸是质疑 这究竟是什么神设计 是要让人滑倒用的 雷残专用道吗 天气好的时候 我走一雨天 不能够有效地增加它的变湿度 但许多汽车驾驾 更能够注意到 这个汽车专用车道的存在 可是我都愿意 用花了40亿的预算 去增设所谓的 三车三种自行车道的同时 对于这些批车主生命安全 有为害的 会滑倒的这种标签的部分 我反而认为更应该大量辅舍 答案揭晓 原来专用道的漆 用的是摩擦系数较高的防滑漆 比起一般路没用 防滑漆摩擦系数 足足多了20ppm 也就是一般不游路的65ppm 但价差却有三倍 目前新北市推广一年 所有连接双北桥梁引道 共计17处设立 而板桥更是一般道路 标线也都改踩防滑漆 台北市拖了一年 直到上个礼拜 才决议采用 下回骑车 若发现脚下 这样一大块颜色 放心骑过去就对了 但可不变成数 借吴奎言 严静宇新本市报道